好 那那个主席 署长 那各位署里面的同仁 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我刚才仔细听了刚刚署长做的这个业务的报告 那我接下来想要比较延续的关心的是关于空气软的这个问题 所以请署长好不好 还有空跑处的处长 好 委员好 好 呃 署长好 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哦 所以其实我们在路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人戴着口罩 可是其实在这个疫情之前 其实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民众 其实出外常常也需要戴着口罩 嗯 我不知道署长其实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其实我想这个很容易想象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空气污染这个问题哦 那我们其实有看到环保署其实在上周 其实有在网络上面放出了几张的投影片哦 那在在脸书上放出几张投影片 那这个关于PM2.5的这个红色警示的这个次数 其实已经从 对不起 诶 可以吗 可以帮我按一下哦 可以吗 可以帮我按一下哦 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这个2015年的将近一千次 其实已经到去年已经降到大概170一次了 大概不到五分之一 那这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我们其实应该给予这个环保署相关的工作 其实给予一些肯定哦 好 那可是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哦 环保署其实常常在提到这个改善空物的成果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民众 他会觉得没有啊 空还是很严重啊 或者是说没有啊 我其实都没有感觉到有改善啊 那这个对于环保署的这个说法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存疑 所以很多人说 其实这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感觉哦 所以其实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哦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必须要让这个数字来说话很清楚啦 呃 确实我们这个全台湾的这个 这个平均下来的这个空品 其实是有改善的 我觉得这是 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好 但是接下来我其实想要请这个 署长跟署长其实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们拿2018年的这个AQI的 年平均值做的出来的资料哦 那我大概特别挑了西部最受关注的 中部云嘉南跟高平来跟北部 来做一个比较 那大家很清楚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哦 那呃 其实台湾不同的地区 其实空气品质是有不小的落差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用年平均值 如果我现在是用空污季的 这个10月到3月来看的话 其实我想差距可能落差可能还会再更放大 所以我想问哦 署长其实就你的观察 就可以震灯出去 麻烦 就是注定这张图 员 呃 跟这张图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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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其實這其實是蠻高的這個值 因為大概AQI的這個100 其實就是對於敏感族群的 不健康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這邊提供一個數據 今年2月屏東的潮州空氣品質策戰 其實總共有14天AQI是超過100的 我相信對於潮州人來說 這還是一個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這個感受 所以署長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看了以後這樣這樣的資料 這是一個簡單的數據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的這個區域之間 確實存在著這個空氣健康不平等的問題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當然事實現況撤起來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它有一些先天的條件 因為事實上長期的發展 我們的比較重要的工業也都在中部以來 包括我們的氣候地形的關係 所以對中南部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努力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張圖 這第二張圖裡面 我們看到這是2014年跟2018年的比較 其實空氣品質的改善的狀況 其實改善幅度最大的 也就是改善最好的 其實是北部 那中部是第二名 雲嘉南跟高頻還是是最落後的 那剛才這是回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了 其實雲嘉南也是我們剛才說空頻最差的部分 可是就改善起來 它的改善幅度確實是最小的 所以這個在這上面圖其實可以很清楚看到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做成一個表格 下面一張圖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表格之上 北部它原本空頻就比較好 結果它改善的幅度也是比較大的 這個雲嘉南跟高頻 它原本空頻就是比較差的 可是它改善幅度又是最小的 所以在這個雙重的效果之下 其實這個區域的差別 也就隨著逐年會越來越擴大 所以對雲嘉南或者是高頻的很多的民眾來說 我想那個感受一定是更差的 那我其實想問一下這個處長 處長是從高雄的環保局其實上來的 你覺得這個現象除了天氣的條件以外 還有什麼原因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其實天氣以外 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就是剛剛署長有提過的 那個中南部這邊一些重工業 重工業相對它的密集度 會比其他地方來得多 那這一些部分 其實我們都已經納進去 我們現在的改善的方案裡面 所以中南部的 它的這個排放的狀況 其實當然有它長期來累積一些特殊性 對不對 OK好 那我其實雖然在台北工作 其實我常去中南部出差 那我常常坐高鐵的時候 大概就在兩個小時之內 我們其實常常可以看到 在中南部可能公路是霧濛濛的一片 當然到台北 其實空民其實蠻不錯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個這樣子的感受的差別 是常常出現的 那我相信其實對南部的鄉親來說 那個 這感受一定是更真實 那所以 為什麼環保署曾經常常講說 全台灣的改善如何如何 但是南部的鄉親聽了 其實這個感受都很差 甚至有的時候他們 真的粗魯一點說 他們有時候覺得 啊這是不是北部的官員在講幹話 所以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這些問題 已經衍生不同區域的政治問題 這我們在過去的選舉裡面都看到 所以我這邊其實想要提醒環保署喔 好下一張 空屋房治我們就要更精進的下一步 我自己認為喔 再下一張 對不起 是我們恐怕是需要更完整的這個區域的房治策列 還有區域的目標騎乘 這個恐怕我們很難回避掉這件事情了 所以署長環保署過去有沒有針對不同區域的空屋曾經進行分析 我想跟各位委員報告 各位委員報告其實這個我們有做喔 包括我們現在在訂我們的防治方案的時候 我們會去分析 它每個區域 那或是每個縣市 那你自己的影響是多少 從旁邊或是從上風處來的影響是多少 那這個針對區域 我們會去統合 你整個區域是不是要有一致的 好 那這個區域的分析報告可不可以給我一份 這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完整的報告可以給我一份嗎 好 再來一件事情就是剛剛署長說到的 這個109年到112年 目前的這個空氣污染防治方案 目前正在編寫之中嘛對不對 最後的編寫 所以我之前其實有要到一兩個不同的 不是現在不是最新的版本的這個草案的版本 那我大概仔細讀了一下 我其實發現草案裡面 大部分是從污染物的類別 或者是污染物來源的類別 去做一些相關的這個策略的研理跟計畫的研理 那雖然有幾個分區域的圖表 可是我其實這裡面其實並沒有看到 針對這個完整的區域的分析 包括是不管是策略 不管是目標的騎乘 所以比方說空品差 那這個改善比較困難的高屏跟雲家 我相信他們應該需要有很多很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我想問一個事情是 蘇長同意說不同區域應該有不同的策略 來改善這個困難的地方 甚至應該有更多的經費跟政策工具 蘇長同意嗎 這沒有錯 我們也是朝這方向在努力 好 那蘇長 那我想跟你溝通一件事情是說 所以我們應該要在接下來的這個空 這個空物的防治計畫中 應該要很明確的讓南部的鄉親感覺到 我們其實有把他們的困難都已經考慮在裡面了 我們為他的困難其實提出著想 所以我們應該在我們的資源跟政策工具上面 想盡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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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的空品能夠改善北部 蘇長同意 這想法 這我完全同意 只是說 因為這不是純粹只是資源的問題 因為你投入更多資源去改善 那可能當地他說不定就會受到更多的管制 因為他要改善 所以變成說地方政府他也要有決心 所以這我們會去跟他們談 這當然要跟地方政府談 我都理解 所以我只是想 這邊我要要求說 在109年到112年的空氣污染防治方案裡面 我們應該要擺入 區域的空污的現況分析 還有區域的防治策略 跟區域改善目標的期程 我想問這個蘇長 這是可以的嗎 應該要 我覺得應該要有特別的專章 特別從區域的分析 擺入剛才上面講的這些事情 是可以的嗎 是我想這個方向上是沒錯 本來我們設想的是 因為我們訂出來之後 我們會希望 因為像我們去前年修訂的空污法 所謂好鄰居條款 是 所以他在訂地方的防治計畫的時候 他一定要跟鄰近的縣市 大家去溝通 是 所以我們本來希望去建立這個機制 讓他變成說他在訂他的防治計畫的時候 區域大家就可以 所以我現在希望以區域的策略為概念 放入到我們這個防治方案裡面 這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對不對 OK 這個我們來做 好 那謝謝署長 那最後想講一件事情是 這空氣污染排放的清澈 其實現在是我們去調查跟公告 台灣的這個污染排放量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礎的工作 我們這個調查結果是怎樣 我們才知道用什麼方向去做改變 去解決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清澈是到10.0版 那 但是清澈 其實他的這個更新的騎程是三年一次 那很多關心空污的人 朋友都說 這三年好像太長了 因為我們可能在一兩年內 我們在很多部分的空污 就有蠻多的改善 所以比方說像中火 就是這一兩年應該改善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個騎程太長的問題 甚至已經影響了 我們很多這空污預報的模擬 出現了不精準的狀況 甚至是有一些緊急應變的措施 它的這個啟動的條件 都影響了一些精準度的這個狀況 所以也包括一件事情是 我們這個空污是持續的改善之中 可是太長的時間反而看不出來 我們現在當下的努力的這個成果 其實我覺得對管制機關來說的評價 其實也是不太公平 也是有點虧的事情 所以說我想要問組長 空污排放清澈的更新時間能不能再縮短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檢討過 但是因為原來是不是三年是因為它的工作很多 你一次要整個查 所以我們也檢討 我知道委員一直關心 所以我們檢討 我們初步會朝是不是可以縮短到兩年 我們來做做看 是好 因為太頻繁 其實它有的資料還剛更新嘛 我非常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需要說 當然我知道有一些調查的項目 也許它比較困難 需要週期比較長 那可是基本上 比方說有一些固定污染源的這個參數 如果可以盡快縮短 我們甚至更希望說 可不可以一年就更新一次 我覺得有些項目也許比較長 完整的 但有一些項目它可以一年更新一次 你只要做好說明就可以 這可以讓我們很多的預報 包括緊急應變的模式 其實更加精準 那我希望署長 我們可以朝剛才縮短的方向來做好不好 對 我們也在檢討這部分 可不可以一年但是小修 就是能夠修的部分我們就修 那這部分謝謝署長的承諾 那我們辦公室會繼續在這個 空氣污染的這個區域的策略上面 持續來努力 那我們很希望不久的將來 接下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用再戴口罩 不會因為空污的原因再戴口罩了 好 謝謝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宏偉 謝謝署長 謝謝